字幕為メッション 字幕提鮮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12日 今天跟大家讀書 早前我在我們的課堂 Patreon的課堂內 《中國史學名著道讀》 我正在讀着陳仁各案八思政書籍 這本書其實涉及到很大的學術問題 很大的學術爭議 話說 前中書號稱文國最後一個才子 然後曾經發表過一個言論 批評過說在文國時期 有一些前輩 其實前輩是講陳仁鶴 研究楊貴妃是不是處女 他說這些問題太細微了 不算是什麼文學問題 研究楊貴妃是不是處女不是一個文學問題 我在課堂導讀中指出了 前中書最大的問題 他以為陳仁鶴教授 是用文學的角度去解釋袁伯師 所謂袁伯師就是袁陳和白居宜 唐代中後期的兩位著名詩人 最大問題就是用了文學的角度 但問題是陳仁鶴不是一個文學家 他是一個史學家 他一生都是以研究歷史 所謂不古不今之學 研究中古史為主 晚年研究柳如是別傳 研究紅莊史 所謂柳如是別傳 因為陳仁鶴教授 在1949年之後留在大陸 他沒有離開 然後很後悔 但是大陸的學術環境改變了 急劇的轉變 沒辦法有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的情況之下 他借研究歷史 其實是講述至新的經歷 研究清朝入關之後 明朝那些大臣 那些讀書人 那些抱負有理想的人 他在大時代如何生活 如何生存 其實就是研究這件事 所以柳如是別傳 就是研究一個女士 他身邊的男人 就是面對著大時代的轉變 清朝入關 明朝滅亡 如何在新的時代那下面 適應也好 或者有一些 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好 或者有轟轟烈烈的事業也好 如何去自處 其實就是研究這個問題 所以陳仁鶴 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他沒有像胡適、傅思蓮 他們離開了中國 他雖然後悔 但是留下來 他也堅持自己 說不去跟從馬克思史學 這是很難得的 不去研究馬克思史學 不去用馬克思史學 你在一個大時代下 不是每個人走到 但是走不到的人 可以怎麼算? 大部分人就會隨波逐流 大部分人就像國末藥一樣 去奉迎權貴 但是陳仁鶴就能夠留下來 仍然堅持自己 不去作惡 不去委曲求存 一定程度下要沉默 要禁聲 但是也想辦法用有限的空間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就是留下來的人 當然他也因為這樣付出代價 不斷被批鬥 文革的時候也是因為這樣 家人受到很大的壓力 甚至乎因此而調了性命 這一定是有一些犧牲的 無可奈何 但是他至少能夠堅持自己 所以他小時候五十多年後 仍然有很多人敬重他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今天導讀什麼呢? 今天想跟大家說回 沈宗書就質疑他研究楊貴妃是不是算得這麼枝節這麼細微的東西 他就不明白 陳仁鶴其實是用文史護證 就是利用研究長恒哥 長恒哥就是白居宜最出名的 就是詩歌 一個新樂府詩 其實就是考證歷史學 考證唐代的家封 就是社會風氣 其實考證社會風氣是社會史研究 所以錢宗書是做翻譯的 做一些很細微的文學考證 他不明白歷史考證最高層次 就是擔水劈柴 皆是修行 在任何細微之處 就可以還原當時歷史的風氣 首先 長恒哥大家都很熟悉 很多人都懂得背幾段 是不是? 他考證第一個問題 就是楊貴妃到底是不是漂亮? 楊貴妃漂亮 他就說當然是漂亮 但是這個漂亮是很主觀的 所以他說他的美是政治上的美 是什麼意思呢? 皇帝就不像一般人一樣在街上走一旁 變成哪個美女 然後抓她入宮 這樣就不行了 反而地方財主就可以做到 皇帝就不可能 皇帝要選妃 要選妃就要有制度 所以他第一個要提的就是楊玉環 當然是美人 他看到的美不是後世所看到的 是文獻上上所說他是宴獸還肥 宴獸還肥就是第一個他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陳正確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趙飛燕在漢代是很瘦的 為什麼呢? 因為楚皇愛纖妖 宮中多餓死 其實就是在戰國以後很多時候文獻記載 形容女士都是以瘦為主 但是在唐代又不同 唐代形容女士比較豐滿為主 你看到一些照片 漢代太久遠了 那些圖畫沒有多少能夠留下來 但是唐代比較多能夠留下來 當時所謂沒有相片 當時是畫師畫出來的 也是比較豐滿 這其實有一個原因 就是跟唐室的法跡有關係 唐室法跡是什麼? 就是徐唐集團 其實就是北州 北州也是繼承北魏 北魏也好 北州也好 于民士也好 其實都是胡人 所以徐和唐 楊氏和李氏 作為北州的陸處國 的後代 其實就是一個胡化的漢人 或者漢化胡人的混合體 胡人就是騎馬 是遊牧民族 那些人的身形比較粗壯 必然如此 男女也是比較粗壯 所以他們形成的社會審美觀 也是以粗壯為主 什麼時候會喜歡瘦呢? 通常 社會上比較發達的時候 人們普遍會胖 所以物以罕為貴 當普遍發達人們肥的時候 人們反而追求瘦 這很可能是一個解釋 所以這是陳仁鶴第一個考證 就是說燕瘦還肥其實有政治上的美 因為肥其實符合政治上的觀點 就是胡化的政權 審美觀 這是北方少數民族 遊牧民族的審美觀 這是第一個 所以有趣 所以到了唐代 女人的念是圓圓的 一半半的 先叫做絕色 跟現代社會不同 現代社會 因為很多人都肥肥 所以反而過度營養的人要追求減肥 瘦的女士 現代才有些人會覺得漂亮 當然每個時代有不同的審美標準 這個也很難說 第二 他說美不是通街運 而是怎麼樣呢? 大家知道 《長恨歌》那句句子是怎麼背的 漢王仲識 師傾過 魚魚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掌食 仰在心歸人眉色 天生禮則難自欺 一朝損在君王則 回眸一笑八眉生 陸宮粉袋無顏色 這裡 在《八居二》的《長恨歌》裡面 頭幾句已經有很多信息在裡面 第一 漢王仲識其實就是講唐明王 唐元宗 所謂的天保皇帝 天保皇帝 就是他仲識師傾國 很喜歡女色的 又喜歡絕色美麗 傾國之盛 但是燈為了多年也求不得 這個很明顯 是八居二曲不遠為 因為八居二是唐獻宗援和年間的人物 他其實隔了天保時代 其實只不過是數十年 還未夠半世紀 所以他怎麼會不知道當時的歷史呢? 當時有武衛妃 武衛妃其實就是唐元宗的寵妃 所以他不是如魚多年求不得 但問題是武衛妃其實是不是絕色美女呢? 這就很難說了 他就是一個寵妃 但是這個寵妃不一定是他心目中的絕色美女 在八居二的眼中很明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武衛妃是武則天的孫侄女 所以其實是唐元宗的政治婚姻 政治婚姻 你看看清朝的照片就知道了 慈禧太后幫光水皇帝選那些妃 坦白說 你看到樣貌真的其貌不揚 用其貌不揚來形容也可能比較客氣 甚至看到他 他做皇帝好像也沒什麼樂趣 看完照片之後 所以這裡是第二個考證 陳人確教授 他的考證就說武衛妃集團 其實就是武則天集團 而唐元宗、李隆基 上位就是得力於武則天集團的和平過渡 所以透過和平過渡 其實就是要取回武衛妃集團的後人 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政治資本 這就是陳人確教授第二的考證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由此可見 研究這個詩歌 其實有很多歷史學 社會風氣、政治史在裡面 錢宗書他們這些翻譯的學者 只知其一 不知以其二 而現在更重要的就是 《長恆歌》裡面 其實有這句句子 就說楊家有女初掌成 養在心歸人未適 很明顯這句話是曲不離 不是揭露了唐元宗的黑材料 沒有 他避開了 他說楊家有女初掌成 養在心歸人未適 很明顯這句話是假的 因為楊家的女兒 先嫁給唐元宗的兒子 壽王 是壽王妃 而壽王就是武衛妃的親生兒子 所以武衛妃的兒子的老婆 妃子就是楊貴妃 這裡涉及了一個問題 因為有一些學者 在清代 用了清代明代人的觀念 去看 覺得很污衛很髒 不會的 一定不會 然後有些人幫他解釋 楊貴妃很可能是壽王 壽王 壽王的妃子選了妃 但是還沒行妃 還沒行妃 就是選了妃和行妃之間 然後唐元宗看中了他 然後要他出家做道姑 做完道姑之後就選進去做楊貴妃 有些人幫他解釋 這完全不熟悉唐朝的社會風氣 李世民在袁武門之辯殺了兩個哥哥弟弟 是不是? 殺了之後 他不僅繼承了他們的政治資本 還逼父親退位 李世民還做一件事 就是娶了他們哥哥和弟弟的老婆 建成和元吉 娶了他們的老婆 一次接收 這其實是胡人的風氣 叫做輕忠抵及 哥哥死了 老婆就不要浪費了 要人照顧 就娶了 他比起其他時代就不同了 其他時代如果那些王爺死了之後 通常妃子沒有子女那些 都會被山葬 就是人殉 這是傳統中原文化的更殘忍 胡人不同 胡人由於他是柔木民族 柔木民族起家 人口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而且女性在他們心目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財產 所以變成了輕忠帝級 是整個先卑族 胡化的政權 北魏孝文帝以來 前後已經是如此 有一種輕忠帝級 所以李氏和楊氏 徐和唐開國皇帝的祖先 其實就是長時間在北魏 在北周、西周、東齊這些地方活動 所以感染了魏晉南北朝 所以五胡亂華的社會氣氛 所以取得很容易 理解 同樣道理 到了唐元宗的時期 他娶兒子的老婆 在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比較接受的 甚至乎武則天也有男寵 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也有很多男伴 在年代唐代的女性地位和開放程度 不能夠用宋代或以後的歷史觀念去理解 所以很多名稱的人以為他沒有行防 所以楊貴妃根據白居然養在心歸人未適 是處女 陳人確教授考證 這肯定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他有一個計數 他說 壽王擦封楊氏 韋氏為妃 這兩個召領 是有年月記載的 楊氏 就是楊玉環 擦封於開源23年12月 而韋氏就是天保4年7月 但是楊貴妃 就是楊玉環 什麼時候出家做道姑呢? 歷史上沒有一個明確記載 在歷史上 然後陳人確考證 他說 開完25年4月 武衛妃仍然幫他兒子 壽王 做一些政治安排 希望他可以繼承大位 楊貴妃 楊貴妃就是23年 開完23年 做壽王妃 但是武衛妃還沒死 在25年 兩年後沒死 由此可見這兩年他一直做壽王妃子 因為武衛妃還沒死 代表唐元宗不會娶了他兒子 老婆進去 武衛妃一定不肯 而武衛妃的政治勢力是有的 還有武士集團的力量在裡面 所以他一定不肯 所以由此可見 楊貴妃至少做壽王兩年的老婆 而做壽王兩年的老婆怎麼會不衡防呢?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說楊貴妃還是處女 養在心歸仁美色白居宜這種說法 純粹為尊者為 為楊貴妃和唐元宗 寄委 所以根據陳仁康的考證 他應該不會是處女 所以他再考證唐代社會風氣 親王娶妻、迎親、同房 同勞就是同房上床 就是動房花燭夜 其實是同一天 一定是同一天發生的 不會娶了老婆兩年後才動房 或者幾年後才動房 這個不合理 娶妻那天就要動房 所以這是他的說法 好了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 白居宜還在《長恨歌》裡面寫了很多很浪漫的情節 其實他不是純粹從歷史學的角度 是從文學的角度 美化了唐元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 綠宮粉黛無顏色 後宮皆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但是 姊妹兄弟皆列土 可憐光彩生門戶 睡靈天下父母生 不縱身男縱身女 然後還有一些細節可以說 就是從此之後 入了青雲 仙惡風飄處處民 這裡就厲害了 唐元宗很喜歡人跳舞 安禄山也是透過跳舞 而獲得唐元宗的賞識 安禄山跳的舞叫做胡藤舞和胡船舞 他是一個很大肚腩的中亞人 就是宿特人 就是金天烏茲別克 土富萬一帶的人 這個宿特人 就是很大的肚腩 然後可以很靈活地跳土皮舞 胡船舞 其實就是土皮舞不斷旋轉 胡藤舞 一凌空飛起來跳很多動作 同樣道理 唐元宗很喜歡跳舞 所以楊貴妃跳舞也很厲害 歌曲也很厲害 跳舞很厲害 所以鮮樂風飄處處民 然後下面一句 就是驚破魏常雨衣曲 楊貴妃跳的就是魏常雨衣曲 是很輕便的 這麼肥的人都能夠跳得這麼輕便 靈活到不得了 所以一個人靠樣子漂亮 肥嘟嘟是不夠的 一定是要一些才藝 所以楊貴妃是得魏相拼的 這是財貌兼具的 所以根據這樣的解釋 可以解釋到為什麼 楊貴妃死的時候38歲 38歲其實也連華 在古代的時期叫做老年 現代38歲還是中年 還沒到 古代已經算是老年 但是仍然得到唐元宗非常重恨 即使楊貴妃被唐元宗刺死 因為魚羊擊鼓 魚羊擊鼓就是安市之亂爆發之後 魚羊擊鼓 大家都覺得整個國家很不堪 所以士兵保護皇帝唐元宗和後來他的兒子唐叔宗離開 但是不滿 要刺死楊貴妃 所以馬葵波下 泥土中 不見欲顏 空死處 楊貴妃被刺死 刺死之後 唐元宗很不開心 所以上面這段是講歷史的 下面這段是講他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怎麼樣? 要入夢 在夢中要經常想像楊貴妃 然後再找道士 希望道士可以幫他召回楊貴妃的靈魂回來 這裡是講道教 為什麼講道教呢? 這裡涉及到陳仁確另一個考證 由於唐代中後期 道教非常盛行 所以 其實唐代的入侍制度 就是皇帝派太監去民間 聽聽哪些人寫詩 寫得出色 然後召人進去見面 所以《八居易》這首長恨歌是寫給皇帝看的 寫給唐憲宗看的 而唐憲宗喜歡道士 所以他有一首詩後面寫很多道教神仙的東西 其實就是有心巴結皇帝 讓皇帝重用他 結果也因為這首詩 皇帝賞識他 進去做官 所以陳仁確也考證唐代的入侍制度和社會風氣 這也是前宗書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他這裡講到道士 講到一些神仙的東西 因為當時皇帝很喜歡神仙 忽聞海上有仙山 山在虛無飄渺間 你看 其實很多成語虛無飄渺 鮮樂飄飄 那些全部都是這首詩歌中用的一些字眼 然後最後 就說了 7月7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思雨時 在天願作彼翼了 在地願為連理智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幸免免無絕奇 這裡他也有考證 他說7月7日不會去長生殿 長生殿是道教的電席 7月7日很熱 7月7日不會去浸溫泉 所以他說7月7日長生殿用了唐代中後期的文化 寫回唐前期 唐元宗屬於唐前期 安史之戀以前 一般我們叫做唐前期天保年間 天保以後我們叫做唐中後期 所以其實歷史如此發展 但是他這裡寫得很感動 一個跨越生死的愛情 7月7日長生殿 在一個長生殿在道教的殿上 利用神仙去跟他見面 夜半無人思與時 如果死了也希望在天跟他做彼翼了 在地也可以成為連理智 這個不錯吧? 天上人間會相見 所以這一首好像是愛情的詩歌 也有神仙的裡面 也有歷史在裡面 結合了三個部分 第一就是神仙 第二就是愛情 第三就是第一段的歷史 而陳人確透過考證了幾件事 就是唐代社會的風氣 唐代社會的一些文化 比如說跳什麼舞 危上雨依曲 胡船舞 胡騰舞 這些東西 是否處女就是唐代皇家的家風 就是因為他們是鮮卑的後代的結合體 就是胡漢的結合文化 然後考證了八居爾入侍之路 入侍 入侍就是成為官 透過寫這首詩 用了後代的東西 加入 然後美化了以前的愛情故事 其實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賞識 但是八居爾的人品是不錯的 比起同時代的元陳好很多 有機會我可以和大家導讀一下元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聽這些這麼學術 這麼複雜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繼續導讀一下 比如說說說元陳的鞍鑽轉 可以說說其他的歷史文學 或者說說之前我做了一系列的金融 那些題目都可以繼續延伸 大家有興趣的話我會繼續說 好嗎? 今天可以做個投票 OK? 你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今天講到這裡 Patreon有文字版 又有課堂的完整重溫 VIP會員可以無限重溫 一般會員可以定時上課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